我是一名空服员 关注公司最新公告和宣打事项 是我的工作日常之一 可是没想到这样的日常 却突然成为公司解雇我的理由 现在我想告诉你们 这几年我 不 是我们 所经历的一切 2014年 董事长对出入社会的我们说 要保持初衷 不要做对公司有損形象的事 一起努力让公司重整成功 当时我在心中对自己说 虽然我不是进入一个最好的航空公司 但是我不会辜负自己的努力与初衷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空服员 紧接着这样的信念 我包括每位组员都尽心尽力 将每一次的飞行任务做到最好 我们相信维护旅客的飞行安全 便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但渐渐的 我发现在这间公司里 空服员的职责 不单单只是我们所认知的这样 我看着公司要求乖巧的新进空服员们 着空服制服 以出公差为由 再下着大雨的新店 为某站岗立委 站台助选 游街造势 在公司路跑活动的用餐休息时间 空服员临时被打算分配到不同的座位 与各家旅行社业者 长官等一起工作吃饭 期间主管还要求空服帮长官到酒水 健康的企业活动变了调 组员们也感到不受尊重 公司的走向越来越奇怪了 2017年 公司开始直播销售 还鼓励大家 如果觉得薪水太少 可以努力做直播赚取外快 我已经不清楚 我真的只是个空服员吗 再带你看看 这几年我们的工作环境 以及你所不知的极常真相 机体设备老旧 零件多样停产 导致机内硬体设备不佳 旅客的不是组员平凡重暑 也是我们的惯心 汤壁漏水 处处贴满不就的胶带 公司还能在媒体前 面不改色地说谎 尽管非案疑虑 层出不穷 在这环境下的每个人 仍然坚守自己的岗位 记者公司说的 共体时间 用仅有的资源 进行的为公司排除困难 走过困境 2015年12月7号 公司无预警修改 薪资发放方式 当月我们只能领着 2万多的点薪 甚至必须筹钱平衡收支 2015年12月 予即将调薪时 公司单方面修改薪击办法 更改为 统一与隔年2月 才能上报近身 期间误差8个月之薪资 至今并无归还 2016年2月 公司发布号称 奖励员工之绩效奖金办法 但时至今日 没有人看过 任何一年绩效考核成绩 及绩效奖金颁发流向 却不断有人 因不透明的考纪被资钱 2016年12月 幻学妹们调薪前夕 自行查询 得知新级办法又改变了 从272元一小时 减少为220元一小时 寻求各个单位 都遭T皮球未果 在孤立无人的状况下 我们决定靠自己 维护应有的权益 2017年3月 我们成立远东航空企业工会 并向远航提出 致劳动部开调解会 寻求理性协商 2017年5月3日 在调解会前夕 会被正常调清之员工 17名被资钱 在发生这么多事后 董事长写了一封信 给全职员工 当时我想 公司这次 是真的想要解决问题 而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我们愿意再相信一次 但我们错了 2017年9月 公司将组员高雄外站住所 换成自家企业名下支会馆 会馆位置非常偏远 是大众运输及物流 都难以到达的地方 现场充满施工音架 封着摩的电梯 处处白放着施工器具 仍然是未完工的状态 公司却要求组员直接入住 多名组员不断向公司 反映安全问题 2017年9月21日 空服处经理 与空服乐会中声称 高雄澄清湖会馆已通过消防安检 请组员安心入住 2017年9月29日 公会却收到高雄市消防局的来函 明确告知该地点澄清湖会馆 并无通过消防安检 须尽快改善 这期间至10月7日 公司并无公开说明任何处理方式 以及解释缘由 2017年10月7日 我与公会理事长一同结束飞行任务 回到办公室 当时理事长为保障会员及组员 得知消防安检未过的消息 将消防局来函张天宇 报告栏及组员交流平台的信箱 而我当时正好经过 并从理事长口中得知此份来函内容 接着我便踏上街车返家 2017年10月11日 晚间6点09分 我和公会理事长便收到 已破坏公司管理权行事 及今公司仍凭会讨论结果 违反工作规范与解雇之简讯 直至今日 并无任何远航主管及人员 询问过我们当时事发经过 至今也未能拿出合理解雇的证明 公会存在的目的 未保障劳工之权益 面对公司的刻印隐瞒 难道公会不该告诉会员 自己身处在一个危险的环境吗 而是选择解雇 站出来说出真相的人 一个声称重视飞行安全的公司 却罔顾组员的生命安全 这样的航空公司 你还敢相信吗 今天会写出这个事件簿 是经过了多少人的眼泪和委屈 才会痛下决心 写出这些事实 我问心无愧 为什么我要为了理想 埋葬清白 如果我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没有同理心 没有坚持正义的勇气 那我还有资格 成为一个合格的空服员吗 你敢说你是合格的航空公司吗 但是温柔寮 那我会去冰多语 看我的 Brazil